海拔最高,线路最长中国现代奇迹 令全世界震撼的青藏铁路是怎么建成的? 2006年7月1日,举世主目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青藏铁路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 穿越动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 是世界上建设史上最具有挑战性的工程项目 它结束了西藏自治区没有铁路的历史 不仅如此 青藏铁路的被称为天路 更是一个工程奇迹,领先世界的存在 今天就来谈一谈为什么青藏铁路是十分疯狂 令世界惊叹的铁路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第一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是中国世界最大的高原 除了世界第三级 它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称呼 世界乌极 它以巍峨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之边 这么高的海拔 上面的空气寒冷恶劣,空气稀薄 那我们的青藏铁路又是怎么修建好的呢? 青藏铁路分两期建成 一期工程东起青海省西宁市 西至格尔木市 于1958年开工建设 1984年5月建成通车 二期工程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 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 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 在第一期工程中 长4010米 轨顶面海拔3700米 昼夜泳水2000立方米的关脚隧道 长32公里 达几密沙桩57000根 总进尺13.6万米的盐湖路基 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 无茶无枕凉桥 八音和大桥等特殊工程的修建 和新技术突破 不仅是青藏高原 开发建设史上的创举和奇迹 更为青藏铁路 二期工程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1984年5月 青藏铁路 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通车 6万多铁道兵指战员 和数万驻路员工 艰苦努力 英勇奋战 把天路修上了世界屋脊 把钢铁巨龙迁到了 横空出世的昆仑山 现今 中央决定青藏铁路二期工程 格尔木制拉萨段开工建设 它将从根本上改善 青藏高原落后的交通状况 推动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百年宏愿将成为现实 为修筑青藏铁路 于1959年 1963年 1974年三晋青海 先后有179人牺牲 633人负伤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 和高原 动图等注入技术问题 尚待解决 青藏铁路 格尔木制拉萨段停建 为了保护沿线生态环境 青藏铁路使用了 全线保护的措施 在工程设计中 尽量采取能避就避的方案 根据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 迁徙规律等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当然此举一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现在雄伟的青藏铁路已横跟于青藏高原上 几代人的夙愿也已经成为宏伟的现实 千千万万注入大军顶风冒雪奋战在高原上 创造了工程的奇迹 我们不禁感叹中国人的厉害 只要中国人齐心协力 团结一致 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正所谓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攀登